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Price這個簡報 事實上它本身屬於一個雲端的服務 當然如果是屬於用付費的方法 但我們會講一下免費還有付費還有哪幾種方案 原則上的話 原則上就是我們回去之後主要都是在雲端上使用 因為你都是用免費的就OK了 它這個最大的不一樣在於 我們今天我需要畫面切過來一下嗎 還是我們先在上面看就好 那現在其實在國外 事實上國內也慢慢有人開始用 那麼它跟我們一般PowerPoint比較不一樣的 比較不一樣的 我們都知道PowerPoint就是一張一張的 對不對 所以大家會很習慣把一件事情就要拆成很多個 就是那個簡報來看 那麼其實Price比較類似 就是所謂的新制圖的方式 像我們去年有講過那個S-Mine新制圖 也就是說其實有時候我們在規劃一件事情就是 從無到有 事實上就要整張紙上面就解決了 你把所有你可能的想法 把它都放在上面 那它的相對之間的關係 那麼你弄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簡報出來 那麼用S-Mine來做簡報 我是覺得個人是覺得也可以簡報 但是可能效果會比較差一點點 就是比較不像我們用PowerPoint 然後像這個Price 那你透過Price它會再更 在呈現上會更靈活一些 所以 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當你用不一樣方式來簡報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激發出你所謂的奇思妙想 因為其實老師看PowerPoint簡報 大家都從小用到大對不對 你都不覺得好像已經固化了嗎 需要一些活水來把它活絡一下 讓你的想法有一些不一樣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來看看 那麼 好了之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 下面這邊我有放一個 就是所謂的 Desk Part 也就是它桌上版的試用版 那這個是屬於付費版 那所以 等一下我們去申請一個帳號 那麼 你以後回去就是直接現帳用 那試用版呢 如果你沒有付費的話 是先試用30天 實際上功能都跟線上版一樣 主要差別就是 你不用等網路 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 我們呢 要麻煩各位囉 您先到這個網址 www.prezi.com 在這邊 好 您看一下上面這裡 在這邊 這樣看得到嗎 prezi.com 這個 我再放大一點 這樣 prezi.com就可以了 那您進去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註冊一個帳號 那麼這邊註冊帳號的話 您可以選擇 看是您用學校的帳號也可以 就是edu.t這樣的帳號 或者是您自己 私人的 比如說Gmail的啊 或者是Yahoo的啊 都沒有關係 那 他的帳號呢有區分 有區分就是 有一般使用者的還有教育版的 教育版的空間會比較大 那再來就是付費的 再來就是付費的 那麼 當有註冊的時候呢 很簡單 他也不會寄什麼認證信給你 反正你說的就算了 所以蠻不錯的 我們以前有介紹過的 那個拋棄式信箱啊 如果真的他會寄一封給你的 你就給他用拋棄式信箱就好 好 那麼 麻煩各位您畫面借我一下囉 好 那麼您進到這網站之後 進到這網站之後 在右手邊是不是就有個sign up 從這邊進來 OK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您用您的Facebook 這樣的帳號一起 把它綁在一起也可以 好 您sign up的時候呢 這個資料我都不用講太多 因為還蠻簡單的 您第一次進來 請來這邊 因為你要的是這個 對不對 好 我們就用這個版本就可以了 那預設的話呢 他的帳號就是100Mbps的空間 好 100Mbps的空間 教育版 大家如果我們要升級的話 他就會變成500Mbps的空間 其實一般來講 應該都還夠了 都還夠 那 這裡 First Name Last Name 這個都沒有問題 那密碼打兩次 最後不要忘記這勾起來就好 反正你只要這樣做完了 帳號就啟用了 他不會寄信給你 好 OK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您 請您先取得今天的入場券